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什么呢 想盘点香港历来这么多次的骚乱事件 我们就快面临几日后 家超选了 李家超时代来临 现在开始了 问题就是李家超之所以上位很大因素就是反送中运动 在我们这里有没有反送中 最后一个 我这里加了个question mark 下一个是什么运动呢 我都不知道 是吧 不过呢 我们是应该有一些 我们一直是很 因为也不是在鱼蛋革命 遇上革命之后 我都已经写文了 在信报15年的时候 其实几次提出了 有没有检讨过 为什么有运势革命 有有鱼蛋革命这些事呢 是不是真的有颜色革命 有人搞狗阵 那次不算 现在相对来说不算严重 你说是雨伞革命 是不是呢 即是鱼蛋革命也好 雨伞革命 基本上是和平示威 虽然后来告了几个 戴耀廷也叫做告了 是吧 那是你惡势的 16年的时候 告了他们 17年告成了 是不是 告 18年才正式告完 16年也有第二个鱼蛋革命 那时候我已经作出一个比喻 就是你究竟有没有吸取到这个 这个 即是遇上革命的教训呢 有没有认真检讨呢 有没有做过检讨报告呢 没有 鱼蛋革命没有 抓了人告了而已 那鱼蛋革命几十人告了 我都不记得个数字 包括最年轻的一个和年纪最重的 判了六年的 现在已经打破了 最重的那个 都应该是第一个 头那几位 最重现在是唐英杰 如果以近年来说 一六年那次 最后年纪就是73岁 那就是Sam哥 那我们 一六年这么严重的冲突 是一晚之间发生的事 鱼蛋革命 农历年那个鱼蛋革命 那有没有 研究一下 究竟有什么事发生呢 那些事到现在 我都觉得有点诡异 那一晚是不是警察特意弄出来呢 那件事 我也有点怀疑 我也很希望知道多些 这些要等什么解密 下一代的人去查一下 究竟这几次事件 恐怕就不会有一个解说给我们了 就是我说 鱼蛋革命与上革命和反送中 我们可能未有很久会知道 背后的历史发生过什么事 但是我们自己看到 起码我看到 你不能够只是简单为是颜色革命 社会是有很大的矛盾 而这些矛盾有没有解决到呢 现在没有 到家超时代没有 是不是 所以我做这些节目有时 除了批评政府 我真的语众心详 我看到这些 我也有看各类学问 包括历史 以史为监 何之轻衰 奇怪的是 事件可以引以为监 历史可以引以为监 但是共产党管治一定的性就当解决了 19年就是英国势力搞出来的事件 人籍革命 1614年开始那些三次 中间那次不是吧 是小贩事件 原蛋革命 都是当成的 这样好 这样 解决了现在是吧 强政励志之后 还换了警察特首上去做警察state 一定控制得住 这样 我只能够说大家看看如何 看看如何 最大的那件事就在最近发生 其实这么多次 简单来说 最近发生的不是死亡事件最多 但是抓人事件最多 拘捕 你以为很大分别不是 我觉得拘捕人 才反映社会问题严重 就是死不死人呢 就是那个暴力程度 是不是大家都在危急时刻 克制了 似乎也是 包括那些民主派都是 哦 选举了 跟着19年底 选区议会 跟着就 哦 跟着 20年就选了立法会奪权 可以这样 这些革命的天真 就搞到整个 结果坏了 这些是另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你说这件事完了 输了 是不是这么理解呢 你看历史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过程里面的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也是下一部分的开始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现在就想着这一集就是 简单的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 10月左右 我和Jason做了20集左右 做了20集之后就停下来 大家都 Jason开始努力他的视频 我们就想着迟一点先 再开始那个民主运动的历史 哎呀 要搜索资料啊打合 但是旧的 我们做了差不多20集 其实我都是看回那些资料而已 那时候已经做过的资料 没那么受欢迎可能 讲历史这些奇怪的 没有人做这些节目的网台 网台最适合做的节目 小众一些嘛 那都是 我们都留下了 大家我 希望大家是看的 但是不要我抄了一个话题出来 现在今天就是 不是做回15集 只是抄了一个话题出来就是说 苏联 苏联 即是 那么多次 我叫苏联 不叫暴动 包括暴动 chaos 英文 究竟很快地盘断一次 我们知道他起因 当然没有一个共同规律 但是也有一个时代意义 还有一个社会问题 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只是政治呢 政治一定有 但是不是的 一定不会纯粹是政治 是有其他因素 在一起才会发生的 那我们 有了这些这样的认识 那我们 猜将来 最后这个 将来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将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那我们会看到一些 只要到社会矛盾到一个点 那就可能是一件很少的事 好像 莫里花革命 都好像我们的鱼蛋革命 很少的事 就会可能引起下一波 很激烈的行动 是 那我 只是可以 简单地盘点到这里 是 那我开始介绍了 是 希望这个时间 又不会太长 是吧 那我开始讲新海革命 是一条 香港的历史 是吧 香港历史是 当然是 是可以去到 去到 去到 去到什么 明朝好像 是吧 明朝 宋王台 我们已经有 有这个历史记录了 是吧 那么新海革命 只是1911年 那新海革命呢 就 跟香港真的没关系 其实就没关系 是不是 但是 不是 不是香港的苏联 但是香港是个基地 所以整个革命 跟香港有关的 你知不知道 特别是 在中华大化街 原来那里就有个革命的 是个人是说 轻忠会的 史丹尼街 史丹顿街13号 是 杰坑行 1895年 香港搞了轻忠会 有六号冬 郑氏 啊 不见了 是啊 等人 就 彈香山轻忠会 1894 1895 香港 来香港搞了轻忠会 1905年 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 這些革命歷史的事情 大家可能聽過 可能知道 可能不知道 不要管它了 開始到1911年 新來革命成功 中間在香港是從事過 在十六年裡面 香港曾經試過六次起義 十次起義 其中有六次在香港發動 你估計也估不到 現在看起來是幾百人 全中國革命都是幾百人 別聽自己 香港的時候就是革命的 有幾個重要的作用 第一就是武裝指揮的策劃中心 香港是經濟籌劃 籌備 轉匯的中心 籌此的地方 武裝指揮策劃中心 購買軍火轉運的中心 香港還有四大中心 起義失敗之後 人們避難 革命同志在召集 避難 還有轉移去外國的地方 就好像現在這樣 轉移去外國這樣 就很厲害 當時在香港還試過在九龍海邊 荒灘那時候是九龍海 九龍海是荒郊來的 可能現在是佐敦那裏 做炸彈實驗 試過有些這樣的事 當年的廣都叫劳吉 是不是香港的劉吉道 是不是 這個人的態度對於中國革命是相當之遲 但是他說純粹是中國政治事務 就不讓香港人一般叫做英租會的秘密 所以他們是秘密活動 不公開認捐 不公開就行了 基本上是不要弄標語 香港這樣就行了 但是香港的活動呢 當時反昔 香港英 港英 當時竟然是 其實是十分支持 所以十次沒有裝起義 跟香港息息相關 有些是推陷共產黨會不會革命基地在香港呢 這個不能排除 你看歷史之後 是不是 十次起義都以香港為革命基地的大本營 那麼 1911年 現在是1912年 1月1日就正式成立了 當時還有一個故事 第十二任 港督叫做暴力 《中環山女》叫做暴力徑 他們曾經收容過康有為 保護過陳少白這些革命的人物 不肯引渡 香港的報紙還有革命前 還有《世界公益報》 《廣州》《廣東日報》 叫做《有所為報》 好了 原來收來革命和香港革命的關係 香港曾經是訓練 招募人 籌款 所以如果我們看歷史之後 共產黨很害怕香港人 香港原來那時候的香港人是和現在不同 但是也有勇武傳統 毫不備 少過有大的價格 有大的政治價格 香港人是和收來革命有關 息息相關 不算是維愛 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大家覺得五四運動關香港什麼事 的確不關 當時五四運動就在北洋抗議 就是在當時軍閥各隊 北洋政府 代表中國的就是北京的政府 北洋政府 於是五四運動既是一個革命 也是文化革命 除此類 諸如此類 北京就是暖宅龍 有蔡元培 蔡元培還在香港 就是在香港 撞在香港的環境那份 有蔡元培一份 跟香港有什麼關係 香港搞了一次示威 這個就跟香港有關 就是社會騷亂有關 五四運動是1911 1919年 別搞錯這日期 五四運動是1919年 就是革命之後十年八載 當然香港當時就已經 換了這個 不是那些港督那些 英國人的態度是怎樣 英國人的態度就沒什麼 是不讓你香港搞這些 呼應中國裡面的外國運動 五四運動的行動 這樣 當時就有了香港大學了 是不是 香港大學呢 就只有208個學生 英國大學大學 沒理會到北京這麼偉大的學運 北京這麼偉大的學運 不過他就叫做有做樣子就發出聲明 支持你 就是這麼多 所以那時候說 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就是指當時的大學生 發電報聲援而已 但是呢 漢文私立學校呢 就那些語文老師很激情 陳述國恥 報紙也有很多文章 香港的文章 愛國這樣 當時的政務司司長 華文政務司 華文政務司 警告 慎重公平 不要算讀抗日 為什麼呢 當時最多的外國人香港不是外國人 是日本人 因為香港很多商業活動 所以就說反日情緒高漲 影響到香港的安定 是社會穩定 國安來的 所以就不可以這樣 那些華文老師就提倡愛國課 愛祖國用國課 抵制日課 大家都猜到其實是沒什麼 搞了一支示威 示威就是有標語 標語掛在雨傘那裡 所以那時候已經有雨傘革命 當時有幾隻軍艦 日本的 看回都知道原來不是 就說軍艦駛來香港 恐嚇香港 恐嚇中國人 有這樣的假新聞傳出來 看回是他做一年來訪問 還沒走的 很大件事 於是就發了一次一次示威 當時日本領事甚至要求教育師禁學校課本 裏面有反日的宣傳 這樣 那次示威全部都是中學生 沒有大學生 8到17歲最大 17歲最小8歲 你可想而知 小學加中學 9個小孩馬上被警察抓了 校長就被捕 漢文中學校長 這樣就被控左 左街 組織示威 被控組織示威 未經批准 和現在一樣 1919年 2019年 2019年 123年前 剛剛不早就 還未規准示威 就是犯法的 就被捕了 這就被審了10天 那學生最有權利的杯葛條例 那時候輕判的那個學生叫吳秉德 被控未取得華文職務司牌照 就率眾遊行 罰了他10元 原來10元很拖錢 但叫做輕騙 輕判 沒什麼特別 《華誌日報》3月28日發表了可憐可敬的北京學生 因為保護日本人華僑 因為那次是反日 所以抓了學生 也正式告了 那次示威的意義大一點 象徵意義大一點 你看這兩件事 當然新來革命和五四運動 我們就輕輕帶過就算了 也不輕輕帶過 說得太長了吧 要說下一件事 下一次就是可憐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 好 說到1921年和19 很多人只知道有省港大罷工 不知道可憐大罷工 它是數一些 1921年有 兩次我都可以選一些 因為其實是工會運動多的 真是構成社會騷戀 就沒有 嚴重的不是沒有 應該不多 但是廣州多而已 香港就沒有 因為不關香港的事 省港大罷工 但是對香港那個經濟的衝擊就大了 甚至乎 工運史上其實是沒有第二次的 是不是 沒有 就是我們自從是李卓人 劉先石李卓人 當家領導工運之後 基本上是沒有發生過任何 能夠癱瘓社會任何事情 縱然是有其他社會騷戀都好 都沒有發生過 六七年都沒有 都不能癱瘓到社會 但是那次就是嚴重挫傷香港經濟 即是省港大罷工 而起因和香港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但是海源罷工就是基本上1921年 21年 海源工會要求加薪就是三成 主要是內籍的海源就15%加了 那就不管 華人要求就不管 於是 於是1922年1月12日就開始罷工 勝利之後復工就55日罷工 你看當時的小環境 1917年就是勾戰結束 是不是 19年就是五四運動 191920年香港華人基地工人 因為華洋的同工不同酬 華人十年沒有加過薪工 但是洋人加薪就四成 四次要求加薪都拒絕 既然是船澳 電機 交通 金工 那些機工就罷工 這樣 要求加工 加薪20%到32%不等 主要的原因就是黑泊海源 當時在1922年有沙田慘案 結果船母工人成功 這次其實不複雜 我們不如跳過1925年的省港大河風 1925年2月30日就所謂五三慘案 在廣州就有租界發生一些事件 有十三個人死 幾十個人傷 開槍 很多大學生省港上海大學生抗議 日資沙廠 鎮壓 槍殺 工人圍著租界 中國各地都有反對英國和日本的示威 反帝遊行 史青沙基慘惡 6月13日 這次復雲仰議的工廠就擴大了 1925年什麼事呢 國民黨開始準備迫伐之前 所以有這些外國事件 我們知道原來有政治 即是背後有政治的原因 於是乎省港上海一口氣就發動了一次大學的罷工 香港最多時候竟然有25萬人參加 我們有句廣東話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呢 行路上廣州 即是行路上廣州 真的是這樣 那時候罷工就沒辦法開上廣州 國民黨政府撐這樣的 香港政府當時就呆了 金民泰就正宗代變 承認影響香港很大的 但後來不了了之 本來罷工就很強大的 廣州有十幾萬 香港有二十幾萬人 基本上各行各業都支持的 香港已經提出六大要求 華營的政治權要改善 要改善勞工的福利等等 這個罷工是影響大的 對經濟來說 當時有講到歷史圖伯 我們講香港的歷史圖伯道 緊急命令找公投 抓人要驅逐離境 限時離境 相當緊張 當時 當時負責香港的事宜就是廣州 最近的廣州是中央政府 國民黨 就是還在國民黨手裏面的 但是這件事 都是那幾天不理了之 白完工之後 沒有了下文 基本上 但是影響深遠 當然 這兩件事 兩個罷工都是 都沒有算是有我們理解的暴力 沒有我們理解的暴力 但是也滲入勞工權益 主要是勞工權益 還有不公平 華洋不公平 這些因素 加上愛國的因素 當時這樣 但是香港人 你會看到自己本身可以無事 但是外面有事 很多次 包括後來見到文革之後 引出的六七部總 七二年的補斷運動 都說香港是比外面大氣候影響 所以裡面就出現這個社會不穩定 當然一半一半 包括剛才說的這幾個罷工 跟著那個罷工也是 羅素佳事件也是 都是跟這個工人的權益 這是本地的深層次矛盾 有關社會上高 民生不好的矛盾 我們說一說1946年的九奴 蘇聯事件 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五六年聽過 六七年聽過 蘇聯四六年來試過一次 當時那個還是軍政府 下國少將領導著香港 46年的九奴蘇聯事件 1946年就是時間去到 當時45年8月30日就下國來香港 而楊慕琦就1946年的5月1日才回到香港 由楊慕琦計劃 想建議有些 香港本來一切就回復正常了 1945到1947年就長期地民地統治 認為香港還是中國領土的部分 1946年就戰後第一個副政司 應該是麥特勒 其實他處理得很好 從新佔領香港 就是英國人 他是處理得很好 基本上食物供應 控制 公共衛生 但是他們都做了一些事情 當時不夠警察 請了一批流氓做警察 所以臨時警察 以維持治安 當然我們知道那時候有印度人做警察 戰時的時候 香港當然是道德崩潰 秩序模糊 戰後這一陣子回來 有50到60萬人 香港在迅速增加 但是一切社會建設都還未曾上崩潰 當時香港社會環境很差 7萬個無牌小犯 官方發的牌照只有15000個 大量無牌小犯 四六年還加強官方的管理 警察去有一批流氓臨時警察負責管理 你猜都猜到 就是 怎樣呢 他們很差 警民關係也是很差 警察會收規 收保護費 當時是因為有個小販 就是追求那些小販 就是要抓他 他就受了傷 那個小販20歲了 踢了他一腳 本來都是平時會發生的事 那個小販就起身無奈就死了 就引起一場騷亂的 結果呢 就是 有十幾個人傷 拘捕了35個人 多數是青少年 所以四六年就曾經發生過一次騷亂 事右檢討呢 就是12、26日 1946年 事右檢討呢 就是 是治安問題而已 就是認為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 但是起碼呢 1946年剛剛打完仗了 他有司法準則 結果也是有 有道歉 警察有道歉 出殯那天就是 有五百人來送殯 有個警察隔了職 要賠償 據說你收買了死者的家屬 比較上 既要他整件事 又有正式的審訊 也叫做是復賭眾 事後也有補償 但是背後的因素 突然間發生這次就是 警察的問題 就是貪污 那當然 剛剛打完仗 這樣呢 能夠妥善處理 也是首次回復有法治 因為那件事 真的有審訊 公開給人知道 當時港英是做得 這個當時的臨時政府 其實是做得齊整的 四六年的暴動 就是小販人 跟我們的二等格一樣 是小販人 因為抓小販人 所以小販歷來都過 你說去敏金問題就行 為什麼我們現在有吃環署去管小販 不叫警察去管小販 就是避免 警察惡 一有事 一起衝突 那就麻煩 好 魚蛋革命也是為警察介入小販問題 小販問題而已 下一個事件 羅素佳事件 羅素佳事件發生在1950年的1月以後 是否很敏感呢 1949年的10月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1950年幾月以後 在羅素佳就是在銅鑼灣 大家都知道 羅素佳就是 當年1月6日 就是承認了中共 1月30日晚就發生這件事了 其實起因是 12月早一年 就是1949年 10月24日 就曾經 有電車的桌工事件罷工 24日到28日 開除了很多賣票的 有售票員的時候 那麽就 行政局當時批議外組織非法 非法組織緊急法令 通過了條法例是把煽動這些暴動的人 就是大層 大層出境 香港 老套人知道什麽叫做大層出境 就是趕來來香港 其實是趕回大陸 現在就沒有大層出境了 不過就是 用廣東手段逼他們走 去英國、美國、台灣等等 我們近來 是不是簡單呢 那些人有問題 那些是香港人 趕他走 歷史就是這樣 簡單地重複 原來就是 12月24日行政局 用緊急條例 就決定將 授權可以將煽動者大層出境 那 當時 香港38個團體 代表了兩千多人 就去到羅素街 即唐羅湾的羅素街 便車的總廠那裏 慰問 本來已經是警方批准的了 但是集會期間 竟然有800個軍警衝進去抓人 那大家上來 30多人重傷 70多人輕傷 嘩 這樣呢 查封 今天電子公公主席留發 這樣20多人被捕 打大交 是 那去第二年的2月1日審 那38人遞戒出境 那談判了8天 是 那 基本上呢 到 即是 2月10日就放人了 這樣 那其實 後面還有的 52年 9月21日 就承認了工會 那就是 香港政府不承認親中的 所謂香港電車職工會 那就承認了這個 維多利亞電車職工會 自由職工會 這樣 親國民黨的 現在那些人不知道的 以前 現在都有工聯會 工聯會還是親共產黨 不要說親中 是親共產黨 以前有親國民黨的 自由工會 這樣 那巴士有電車有 那承認一個不承認一個 那這些都是政治 當年的政治 那你看看 那次衝突不是小事 所以 竟然是八百軍警出去打架 那就打傷 重傷三十幾個 輕傷七十幾個 傷成百人 就封了別人的電車廠 但結果都是要政治解決 而且承認工會 一開始就是 因為他罷工 抬工 這樣 有團體去慰問 二千多人在私人避光集會 那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此稱羅素佳事件 好了 1952年的351號 我們又有一件叫做三一事件 三一事件 1952年是什麼環境呢 中國站起來要打 韓戰還沒打完 但是當然激烈 韓戰時候 香港是經濟與非 據說 霍英東就是那時候崛起了 因為他轉運物資 類似 因為全球都禁運 禁運 Embago 執對中國 現在好像是歷史重現那樣 圍堵中國 現在香港是不是這個缺口呢 那就看看 金錢和我的天 可能塞了香港這個缺口 但是那時候香港立刻 代表了中共 這個政權 對外通 的一些藉口 幫助共產黨的人 火英東家族呢 走完走到現在 是 是 講完了 那麼 羅蘇 這個三一事件是什麼事呢 其實當時呢 香港是有很多 很不安定的社會情勢 還有很多國民黨人來了 那他也住了在條頂領 是 甚至 甚至 1949年那時候 曾經 究竟是否會 武裝解放香港都不知道 但是到了195 49 50 51 其實基本上已經停靜了 是 但是社會的不安還是很正常的 那當時在條頂領的政治萬民 多達五十二十五萬人 是 那 是不是 木屋居的居民 二十五萬人 條頂領就有三萬 都是政治難民 那這些人的生活都不好 所以社會氣氛是緊張的 好了 我們的璽智區 不是璽智 就是廉宗屋 就是公屋 由來是什麼呢 其實是1950年幾次大火 特別是五世年那次 1952年就發生過一次 東頭川 51年的十二月 十月二十一號 51年 發生東頭川大火 災民是1.4萬 那就不重建 那廣州市 廣州市人民團 衛民團的代表 就準備來香港衛民災民 帶來物資這樣 那這個叫做月碎衛民團 就來香港 那香港政府知道的 那當然了 衛民而已 你火災有災民 那香港各界又組織了準備 準備迎接這個衛民團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如果上班天天都要經那條九江鐵路 那就是在羅湖過來 直下去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站 直下去尖沙咀 那軍警由羅湖到上水 到尖沙咀就報房 去到粉嶺就爛軌著他 歡迎團 這樣 我們看看外面有張照片 不過那張照片就很清晰 不得 撕軌著人家 就是說在粉嶺那裡 在車站 當時坐綠色那些火車 是 那麼 但是香港已經安排了 這個歡迎團 有二百多人的列車 已經出發了 那大批群眾 就在尖沙咀 尖沙咀火車站的中站 在那裡準備迎接 是 是 那麼 突然間通知說完了沒有了 這樣 其實是 組織的團體 就是 都知道的 就在3點45分就說解散了 那個年代電話都 顧網而已 沒有無線電話 人傳人而已 你可想而知 當時的訊息不通 在尖沙咀那些人就起哄 就 發生蘇聯 叫他解散 回去雷敦道 左敦道那一帶就發生 竟然有開槍事件 不滿 又吹雷彈又開槍 是 有個諷之工人死了 多人受傷 百多個群眾被捕 3.1事件 18個人有罪 12個人就驅逐出境 人民日高 3月4日就嚴重抗議 是 就說那次的蘇聯集會 竟然有1萬到2萬人 是 是 1千到2萬人 是 死了一個 就是 是 傷了10個 抓了100個 告了18個 那就譴責屠殺同胞 文匯大公 新晚報 就 封了18天 平行12天 根據當時的法例 就說他煽動性文字 發佈 即是蘋果日報 立場 發佈煽動性文字 就發生這樣的事 一次這樣的事件 五二年 之後就平靜下來了 平靜下來了 中共也抗議過 但是 就 不料理之 你見當時的殖民地府 殖民地府 是挺強手的 就是管治方面 挺強手的 時間再推下去 就到五六年 大家都有些印象的 五六年的動動了